做完之後,特別注意就是我們這邊下拉選單 自動會序號跟品名單價也可以帶過來 也是用V2函數帶過來 至於數量部分的話 我建議也是用下拉選單 不過下拉選單,假設我今天 最多的數量就是給到10好了 比如說數量最多給10的話 那我的做法是這樣 就是第一個先把範圍選起來 第二個 應該跟之前有講過 固定的10個 1.2.3到10 如果你有別的選項你可以再增加 因為如果你固定的話 那就是用這樣的方式 所以這個前面應該有講過 把範圍選起來 再給一個清單 因為數量如果使用者自己Key的話 也很容易Key錯了 OK 按確定 這樣的話下拉選單就會出來了 所以你可以讓他選 自動帶過序號 加他的品名 品名 因為裡面有個對照表 是商品名 帶出第二欄的資料 然後這個是帶出第三欄的資料 再加上一個數量 那有數量之後的話呢 這個小計 是 這個跟數量是同時 就是如果你數量出來的話 小計 也會跟得出來 那小計是把什麼 單價 乘以數量嘛 對不對 所以 這邊裡面的值 這邊也是 也是去判斷 這裡面到底是不是空的 如果是空的 那就給什麼 空字串 反之就是把 E7 跟F7 相乘 有沒有 就帶出小計 那一樣的方式在一個 定這個單 然後 數量多少 自己帶出來 另外 上面的 這兩個相 這兩個會自動 相加總 放在上面 所以上面的公式基本上就是什麼 這個Sum Sum多少 G7到G16 這個範圍 加在上面 OK 所以基本上這樣就可以自動化 從頭到尾 全部通通自動化 做完畢之後的話 再來還有一個問題 因為 理論上 可以更改的範圍 大概就是白色區 單號 單號 跟客戶 還有這個範圍 還有這個範圍 所以基本上 我們如果今天希望 除了白色區域 可以修改之外 其他的區域 都不能修改 那要怎麼做呢 基本上 就是下一張圖 有沒有 這個範圍 這個範圍 有沒有 全部怎麼樣 不要鎖定 所以我這個也是今天講過 第一步就是 要先把這個範圍 這個範圍全部全選 先確定一件事情 就是你的保護裡面呢 有沒有 先 先不保護 全部先不保護 對不對 全部先不保護之後的話 確定 再把這個 因為這個地方 不對 顛倒了 應該是全部 因為我們剛好顛倒過來 是全部都保護 把 那個白色區域 變不保護了 所以那個邏輯 要 要 那個 注意一下 所以第一個 全部鎖定 我可以確定 再把 我們要能夠變動的 包含就是這個 按 Ctrl鍵 有沒有 把這個範圍 假設我選了這範圍 按右鍵 出生格式 有沒有 再把 這個幾個範圍 鎖定取消 取消的意思就是說 這些以外的 都不保護 OK 按確定 那這些都可以變動的 那再把它做一個 教育月裡面的保護工作表 輸入密碼 再一次 OK 按確定 這樣的話 我們就可以 填 比如說有人要亂改 什麼呢 價錢 比如說這個價錢 我要打折扣 可以打折扣嗎 不行 因為 這些都是自動產生的 你不能 除非說你這邊更改 他這個數量的話 會依循 就是這些 而來的 利用這樣的方式 但是你會發現 就可以避免掉 很多不必要的錯誤 所以如果你這個表單給自己用OK 給別人用也OK 因為他盡量避免掉一些錯誤 再來就是說 全部填寫完畢之後 對不對 再按訂購 訂購下去呢 要怎麼做 基本上 我們流程這樣 第一個 但我不是把所有的資料都 都通通帶過 只有帶幾個 這個 這個 123456 7個好像7個資料 再加個單號 8個資料 按下訂購的話 把這些資料 帶過去 對不對 然後 新增一筆資料 所以我要知道說 最後一筆 最後一筆在哪裡 然後把那筆填上去 填完之後的話 再把這個單號 再加1 把它寫回去 所以基本上這樣的流程 寫完之後再切回來 切回來做什麼 切回來把單號 再加1 然後 其他東西清除掉 所以這個流程 我想應該有個 有個概念 對不對 那只是說撰寫程式 該怎麼做 基本上 這有點 有點稍微複雜一些 一些 這個是我們 銷貨名系 所以等一下 你們看一下 看看你這個 A到H欄 是不是跟我一樣 如果不一樣的話 特別注意 就是 就是要稍微改一下 下一個 我們來看一下 那等一下的話 這個程式 有點冗長 但是它有一個 應該有一個 一致性 所以我們大家來看一下 第一個 請各位等一下 插入一個什麼 插入一個 程序 一個SUB 然後 這個名稱叫 訂購 剛剛有同學問到說 老師那個前面要用 Public 還是Private 其實我跟各位講 如果你只有一個專案的話 Public 跟Private 都沒有影響 除非說你有很多個專案 別的專案有沒有 要存取你這個 這個副程式的時候 才會有權限上的問題 否則的話 暫時 不過一般 你就寄Public 就好了 或者不加也沒關係 像我這邊有沒有加 沒加 沒差 OK 那個是存取的權限 就有點像你網方 網方上面 誰可以存取 你的開放出來的資料 就是你如果你要Public 共用的話 別人才可以存取 OK 那裡面的話 有做哪些事情 首先的話 我把重點提示一下 因為我剛剛講過 我們有八個資料 要存過去 所以要怎麼樣把那個八個資料 暫時存放下來 哪八個資料 基本上就是 單號 兩個 三個 四 五 六 七 八個 對不對 所以我有八個資料 那我要怎麼存 比較簡單 這邊我用了一個叫做政列的觀念 這個政列我想各位 將來 恐怕也會用到 那什麼叫政列 政列實際上也是個變數 比如說我們一個變數 但是一個變數只能放一個資料 那如果你要放八個資料怎麼辦 其實有個觀念很簡單 如果說你一個變數 只能放一個資料 但是如果說你要怎麼樣 把它變八個資料的話很簡單 有沒有 就是四等分 再 四等分 不就可以放八 也就是說政列的觀念有點像把變數 切 成 有點像一個房子啦 你本來沒隔間 不是就只能住 一戶人家 或者是一個空間 那如果你把它切開來 你會 可以放八個資料進來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這個A7意思就是說 它的編號 序號從零開始 零到7 那不就是有八個空間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 先 建立一個空間 可以存放八個資料 這是政列的觀念 OK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要做什麼事呢 我要先切過去到消貨明細 所以呢 切過去就是 shits 記得加s 消貨明細 .slice 切過去對不對 那我要做什麼事呢 我要先判斷一下 A2是不是等於空 空的 為什麼要判斷 因為如果你第一次使用的話 應該沒有資料 沒有資料的話 那 我怎麼知道你的序號從哪邊開始 對不對 所以呢 如果裡面是空的話 那這個j呢 等於什麼 等於1 所謂j等於1的話 OK 如果j等於1的意思就是什麼 它的序號從1開始 那反之的話呢 去偵測 如果不是空的 那去偵測看看 有沒有資料 從A1偵測下去 看看有沒有到第幾筆 如果有的話呢 那我就怎麼樣呢 有沒有 A1 Ctrl向下 會跳到第9 對不對 那我就從第10開始放資料 比較好 這樣比較好 但是如果你沒有資料 對不對 如果你裡面是空的 那我就從第1筆開始放 應該了解意思吧 就是第1筆要放哪裡的意思 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在切回到銷貨單 切回去銷貨單做什麼呢 把資料一個蘿蔔一個坑 放過來 應該了解這個意思吧 就是 A0 表示是第1個空間 放什麼呢 放Range B2 Range B2是什麼呢 B2應該是放 應該單號 單號 B2是單號 然後第2好像訂購 那個那個 今天的日期吧 訂單日期 各位可以切回去看一下 基本上就是 切到這邊 這個是B2 這個是D2 G2 有沒有 意思類推 這些資料 那我們就怎麼樣 一個蘿蔔一個坑 把它放過去 所以會有 8個資料 放在 正列空間有8個 你只要不要放錯的話 應該 不會產生錯誤 所以以後你們 表單上面有幾個資料存的話 你就塞到正列裡面 那正列的話 應該從0開始 所以7的話 表示有8個空間 OK 然後呢 再來就是說 已經切過來 取得資料 再切回到銷貨明細 那做什麼事情呢 因為它是一個正列 那正列跟 回圈 我們要切回到銷貨明細 要把資料怎麼樣 放到上面去 所以一個蘿蔔一個坑 那其實 回圈跟那個 正列 很好的partner 為什麼呢 因為 這個回圈 這個正列 它是從0到7的 如果你跑回圈的話 不是4i 等於0到7 不就可以 把後面的資料 塞到前面去嗎 那塞到哪裡呢 塞到一個sale sale哪一列呢 追 加一列 為什麼 因為原來1上面有個藍位名稱 要把它加 加1 這個是指列 對 那i的話呢 i加1 i加1的意思為什麼 因為上面的 這個i是從0開始 那藍位名稱沒有 沒有0藍的 它是從第1藍開始 所以我們分別 1234 就是加1之後的話 變成 1到8藍 然後呢 分別放什麼呢 放那個正列裡面的資料 丟進去 丟進去完之後的話 再切回來 再把什麼呢 把銷貨單裡面的資料 哪一些範圍清空 其實就幾個嘛 b3要清空 然後呢 b7到b16清空 f7到f16清空 這些範圍基本上是指的是哪裡呢 指的就是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這些 指的是 切過來給各位看一下 b3 這個要清空 這些要清空 這些要清空 有沒有 所以指的就是這個 這三個範圍 那這三個範圍清空之後的話呢 後面就是clear content clear content就是把裡面內容清空 最後呢 單號 加1 b1 等於什麼呢 那單號是哪一個呢 就是a0 a0裡面放的是什麼 就是單號 加1之後 把它存回去 就回復了 所以基本上我剛剛做的動作 就是這一些 那我實際上run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因為這個跑起來 可能 同學們比較抽象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我先把那個 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開發環境 OK那這邊 假如說是這個訂單對不對 因為我重開 又重新設定一下 我們主行來看好了 不然會 蠻抽象 OK那我訂購好之後的話 我這邊設個中斷點 比如說我這邊都選好了按訂購 訂購之後的話 我們主意來看喔 這邊是我的程式 切到消耗明細 按鈕 切過來對不對 然後 不對啊 現在第九筆 剛剛好像刪掉 我把它Ctrl1回來一下 OK 好 剛剛不小心刪的 OK沒關係 然後再把 A 先判斷一下 A2是不是空白的 是不是空白 不是空白 去偵測 J J的話現在到多少 9 沒錯第九列 所以呢 再切到 去把 八個資料存進來 所以 逐一個 把八個資料已經存在正列 如果說將來各位想要知道正列裡面放什麼東西的話 除了說游標慢慢這樣放過去看的話 你還可以把A選起來 按右鍵 A選起來按右鍵 然後呢新稱監看式 確定之後的話 其實也可以透過監看式裡面看到什麼 裡面的值 按右鍵新稱監看式 讓我們看一下 展開來有沒有 這邊資料有沒有 一覽無遺 所以按右鍵 新增監看式之後有沒有 把A先看一下 你可以看到 A0 到A7裡面 放了哪些東西 就很清楚 OK 那我們把值存下來之後的話 按F8 就切回來 然後分別把值放過來 跑回圈 跑什麼回圈呢 把 後面的值 丟到前面來 所以丟到第幾列呢第九列再加一列 第十列沒錯 第幾籃呢 第一籃 所以 放過來九 然後 訂單日期 有沒有看到 他逐一逐一的 幫你把結果 然後再切回來之後 因為已經資料幫你填完了 所以再來什麼 把 指定的範圍 B3到 就是這三個空間 這個 到這邊 還有這邊 清除掉 再把單號加一 現在單號是九 單號加一 十了 結束 好了 就可以換下一個動作 下一個動作 所以基本上你會發現 這個地方 只要你的流程沒有錯誤的話 他基本上很流暢的 應該沒有什麼bug 因為這個 我已經run了很多次 都沒什麼太大問題 訂購 這邊 直接就讓他跑 執行 OK 11的有沒有 資料有沒有過來 有過來 OK 大概是這樣的流程 那因為 這個程式碼 很長了 那因為 故意遇到時間 也不太夠 各位如果 亂玩大概也下課了 所以我剛剛想了一下 我不如怎麼樣 把那個 程式碼 你們等一下重整一下 我剛剛的程式碼 除了有截圖之外 也會在最下面 各位大家往下 找一下 有一個那個 叫sub 的一個 文字檔 這邊訂購 把它點開來 我剛剛寫的程式 開啟了 我建議你們開啟 不然你從這邊複製也可以 但是 他會複製到很多空白 空白的 行 所以你開啟之後 從這邊開啟 然後把它 Ctrl A C 然後貼到你的模組裡面 自己去 Try看好了 不然的話 我看 各位 Try完的話 可能也會花很多時間 好把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喔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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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